戴笠 原标题 毛人凤身边的美女卧底 戴笠去世之后 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说到戴笠大家都不会陌生 她是军统特务头子 半人半鬼的杀人魔王 可惜却乘飞机时死掉了 关于戴笠的死至今是个谜 有人说她是讲戏集团故意要杀她 甚至还有人说戴笠是自尽而死的 反正戴笠去世后 毛人凤成接替了她的位置 毛人凤曾应是戴笠的手下 她跟戴笠一样心狠手辣 被誉为杀人狂魔十分残忍 戴笠身为特务 本身也是个好色之徒 她身边有许多女特务 基本都是她的情人 其中有个最美的特工 名叫向影心 是个有名的大美女 向影心为了攀龙复放 嫁给了胡一发做跳板 后来认识了戴笠 戴笠一见向影心就着迷了 于是两人走到一起 向影心成为她的情妇 戴笠一边指导她做特工的技能 一边指导她如何撩拨男人 在戴笠的指导下 向影心成为一名出色的特工 由于向影心做事靠谱 戴笠给她一个外号叫裙带花 经常安插她去做一些卧底工作 有的叫阴乳庚的汉奸 戴笠安排向影心到她身边 很快阴乳庚被迷得神魂颠倒 向影心取得了许多情报 并成为阴家的女主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 戴笠下令要向影心杀掉阴乳庚 然而阴乳庚也是个机敏之人 向影心动手时漏陷了 反被对方逮捕入狱 经过言行拷打 但她都不承认 阴乳庚也毫无办法 后来戴笠通过自己的关系 才把向影心救出来 虽然任务没有成功 但戴笠对向影心更加信任 而她在军统中名声更加响亮 成为戴笠的心腹 但是毛仁凤是戴笠的二把手 戴笠便把向影心嫁给毛仁凤 毛仁凤当然不愿意 可领导下令了 自己也没办法 只能娶了向影心 其实毛仁凤也不傻 她知道这是戴笠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卧底 但却不敢揭穿毛仁凤为了升官发财 只能把这顶绿帽 此戴好 期间向影心经常劈腿 偷偷跟戴笠优惠 毛仁凤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她内心也很憋屈 后来戴笠突然去世 向影心没了靠山 毛仁凤终于缓过一口气 她接替了戴笠在军统中的所有职务 开始对向影心下手 经常半夜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 还常常用长鞭抽打她 而在外人面前 她又表现得夫妻恩爱的样子 向影心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但又不能声张 如今戴笠去世了 已经没人能给她做主 向影心虽然曾经是特工 但对于毛仁凤也毫无办法 最终只能默默忍受 一直郁闷中 结果生病感冒了 在医院治疗 在医院期间 毛仁凤突然把向影心送入疯人院 尽管向影心大喊大叫 一直说自己没疯 她还大骂毛仁凤望恩负义 可众人一看她的样子 确认她真的疯掉了 就这样 由戴笠一手栽培起来的美女特工 在疯人院吐过了下半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者 人编辑 如团